大家好,我们这次延续上次报告的主题 那我们这次要报告是Gianda有所画的三幅Chenacolo di Dikinti 最后的晚餐中第一幅还有第二幅的名叫 那我先看到这张是我们上次报告的第二幅 是他在1480年在Chenacolo di Osan Onisanti画的 然后下一张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的第一幅 在1476年所画的地点是在佛罗伦斯 那首先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这幅画的背景 这幅画描绘出修道院的生活环境 很明显的跟他第二幅类似 场景都是食堂 而且这幅画的构图方式我们也可以知道 他当时受到Andrea del Castaño这位画家的影响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再次回顾一下Andrea del Castaño的绘画手法 他利用了封闭空间形式的透视手法 Scatola Prospetita 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也有说过 Gianda有在第二幅最后的晚餐 就放弃了这种透视的手法 他敢用幻觉技法依照实际建筑的设计 画出开放式的两栏 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幅最后的晚餐 因为使徒的身形高度 与过低矮的天花板不和谐 角色距离天花板太近 所以这个透视的手法并表到完美的标准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形式 还有Onisanti的修道院有点类似 上面就有两个拱形 但在这部分却分割成两个画作 且由不同人所画 并没有像Gianda有后在Onisanti时 利用空间特色还有透视法来完成这个作品 那现在我们来讲这幅画的细节 画中心一样是两个主角 基督跟犹大 那基督在这里表现特别的严肃 眼睛低垂着 视线朝向桌子 他举起右手是做祝福的手势 然后约翰靠在他的胸前 不过这时候约翰睡的是更深沉的 然后犹大呢 他还是坐在桌子的另一侧 和基督面对面 他的姿势中可以发现 他已经意识到背叛即将被揭发 还有从图中可以看到 他向下凝视的神情与凌乱的头发 这一切都有一种阴郁的孤独感 在黑暗每个使徒的表情 以及人物形象都有一点不同 有的年轻有的很老 那可以看到是 手边数过来的白发老人是年纪最大的 然后手势是祈祷的自恃 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每个人手势都是生硬 然后不自然的 这跟第二符也有点差异 那我们现在先回去看一下第二符 在这里啊 人物的神韵就会相得非常自然 不过他在第一符 也是努力的表现各使徒的个性 比如说图中的Pietro 他握着刀并皱着牛头 表示他隔天将要在 Jeste Mani 克西玛尼园 要对逮捕耶稣的犹大和敌人们进行防御 而且话中每一个使徒都是孤立 而且刻意的排列整齐 但是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互动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还有图中有一些几何图案 Germetric 像是地板上的菱形 还有正方形 它们的作用是让整个画面更有僵硬感 不过Kirantayu使用偏橘色调的暖系 作为它的主色 所以会让观众更加隐秘 然后柔和 那桌上跟第二符号一样 有水瓶 葡萄酒 烤锅的杯 还有面包 那这边想先补充一下 Kirantayu虽然是参考Andrea del Castano 但是依然有不同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做画室有调整桌子的角度 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到桌子上的食物 也不像Andrea 只让我们看到桌子 这也是它一种进屋的画法 这种手法在它第二符 最后的晚餐也有使用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其他的差异点 这边的桌子是单纯的一直线 这跟我们上课介绍它的第二符晚餐不同 在第二符它利用桌子的U型 来延伸整个画面 看起来更立体 真实 除此之外呢 这符画比起第二符来说 也没有使用那么丰富的象征性的植物 还有动物 画面也没有那么复杂 那我们报告就在这里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找到两符画的差异点 我们能透过给大家三符最后的晚餐 感受到它在绘画技巧的提升 还有自我的突破 谢谢